字幕《字幕》 好啦大家,我們今天來到最後一集,叫做《Bolkan Wood》 Bolkan Wood來講我一直的翻譯叫做《爛木頭》 那怎料某寶上面有一個很有趣的翻譯叫做《中暖木全棋》 這個也是Alvin自己比較喜歡的酒狀 它有良產酒,也有精品的單一葡萄園酒 今天來得有點硬,已經收泡了 所以這次的味道就給不到大家 但是大家看看它們這個新的植物 之前是在後面 這棵樹就是他們以前的舊的 現在新的是怎樣? 嘩,漂亮得沒有朋友 很高端大氣象當時,沒錯 這個就是戀木全棋,Pokkan Wood Pokkan Wood作為一個頂級的酒莊 跟Panford Grange有統級的Grave Yard墓地 這個名字可能不是起得很好 但是它是一個很出色的酒 自從2014年之後就已經沒有再產生過了 到今天2019年 它們剛剛發佈了最新一季的墓地酒 但是呢,我們早了幾天去 它現在全部是不可以被人賣的 全部都要等到星期六,下午兩點 這個活動呢,發佈了之後才可以賣給你賣 那這個就是他們的市酒區 比以前那裡好太多了 以前那裡真的像木頭一樣 這裡就是他們後面的倉庫擺走的地方 還有他們的工廠去釀走我們 Pokkan Wood都是一間大廠來的 而且是有質素的大廠 這個就是它後面在做A陳年的一個地方 他們要搬走這些酒 就要正正這樣的樣子 就在那裡舉行這個墓地的發佈會 一個很盛大很盛大的活動 給大家看看這支是Exceptional的墓地 我們來看看 聶人屋是有很多Food and Wine的地方 吃飯的地方有很多 那天我們介紹的是Circao 1876 那間就是很高級的快餐廳的地方 今天介紹一間平民少少又好吃的東西 就是這間,我身後的這間 它這裡正在裝修的 但是它後面這個露台位 就是它新裝修出來的一塊地 是空曠的露天,即是通風的地方 那這間叫Hairicons 它是一間Iris Pub,愛爾蘭的 即是類似酒吧形式的 是吃一些Pub Food的 炸魚薯條,Fish and Chips 牛扒,牛扒,這樣的類型 那它下面還有一個很漂亮的花園 是吧?下面還有一個很漂亮的花園 非常之正 那這間餐,一個餐大概是沙 二、三十元這樣 那就很便宜的消費了 那如果回到那天去Circao 1876的話 那裏可能要一個人減掉一百元的消費 那裏可能一個人就二、三十元 那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你們下次來的獵人谷 可以試一下這間Hairicons Pub Irish Pub 在Hunterwallet Garden旁邊 很容易找 那我稍後在地圖 都會show個地點給你們 你們自己可以搜尋一下 下面我都會留下一些資訊給你們 獵人谷現在就是秋天的 那你看一下我後面的這些葡萄樹 就已經紅了、黃了 甚至有些已經是落了葉的了 那但是秋天來呢,有秋天很漂亮 就是綠色的草地加紅色的葡萄樹的葉 就非常之正 這些撞到不清不楚的顏色 好正,真心中 秋天的葉都紅了 非常之靚 在這麼好的環境下 飯都吃多兩碗 不好意思,是爬都吃多兩塊 這個是入面新裝修的用餐的地方 非常之多座位 你不用擔心沒有位錯 以前小的地方 就比較少位置 大概已經關了你裝修 那我們不用理 好了,看看我們還不吃了些什麼 有牛扒 一定是配薯條 這個是燒三文魚 好吃 還有這個Fish and Chips 澳洲或者英國國菜 最後這個是和牛漢堡 也是很好吃 不知道為什麼 還是要配薯條 現在就帶大家來到下午 已經是3點3個字了 來到獵人谷花園 這個是來獵人谷比較主要的景點 都漂亮的 有各式圓林設計 我們獵人谷花園的時候 就要過了後面這座橋 旁邊有一個人工戶 都是靚靚仔仔的 我們現在進去公園 看看有什麼看 獵人谷花園是在1999年開始動工的 即是還未到2000年的奧運會 就開始開工了 然後到2003年 就完成進工 有四十多位圓林設計師 參與這個project的建設 都很漂亮 都很漂亮 到處都是花 如果你是喜歡花花草組的話 這裡一定很適合你的 本身都想帶個Drom來和大家拍攝 為什麼呢 但是不可以飛 因為Hunter Wallet很大陽光 Hunter Wallet是有一個機場在旁邊 Cessna機場 尤其作為會飛的Alvin 就知道這個Air Laws 就不會去做任何的這些違反法例 還有呢 其實真的會影響飛機的安全 因為一起飛之後 然後呢 左轉大概 500英尺左右 它會爬一聲 但是如果你飛得太高的話 其實都是有衝突的 所以大家來的 即是 來到獵人谷花園的話 如果你帶了無人機的話 就最好不要拍了 為什麼呢 因為實在太... 太危險了 會影響到真的開飛機的 pilot 的安全 這一點要提醒一下 獵人谷花園的話 就有各式各樣不同主題的花園 你會見到有玫瑰園 有formal garden 等等的 我們看看前面這個 這裡是做得很精緻設計的 冬天的期間呢 它還有一個冰雪樂園 即是你可以 Ski 可以玩一下冰霜活動 它會有一個室外的冰室 但是現在是秋天 大家看到周圍都是綠葉和紅葉 所以就沒辦法 讓大家看到這個冬天是怎樣 希望冬天還有機會帶過來 獵人谷花園 是有不同國家的一些... 設計的 例如我後面這個是一個 中國花園 一看這個園宮門 是不是很重複呢 聖誕節的時候 它也有聖誕燈會 聖誕燈會 它有超過200萬種燈飾 如果聖誕節 即是澳洲的夏天 你過來這邊 也是非常好玩的 獵人谷這裡 它有一個叫Formal Garden的東西 就是你進來看 就感覺好像 去了英國一些莊園 或者法國一些莊園 那種是很... 很英式法式 即是很歐洲式的那種設計 獵人谷這裡除了有中國花園之外 還有東方花園 它有一個東方花園 其實就是日式的圓林設計 日本的花園圓圓設計 其實也是很英俊的 那...有中日 當然是不少了印度 還有印度的花園 所以... 這裡... 可以說是一個微宿的世界圓林 講到獵人谷花園的話 它門票是要收你三草東西的 三草東西 即是唯一百五元人仔 見日見日見日 你喜歡圓林的話 可以進來看看 不喜歡的話 可以跟我做下面這部 節省三百元 Alvin帶到你來 來個聯盟谷機場 去坐一坐直升飛機 直升飛機 這件事真的不是到處都可以玩的 尤其在亞洲國家玩直升飛機 是巨貴無比的 好像有香港飛澳門 就收你二千多元 那張機票 這裡只需要你三個人 背人夾一百元 總共一千五元 你就可以坐這部 羅伯恩送的 R44 的飛機 在上空看獵人谷花園 還有可以一攬獵人谷的 處境 非常值得的 這個體驗也是 來到獵人谷 可以去做一做的 直升飛行體驗 這個機場 還有其他飛機 來 Alvin 都會跟朋友 走開飛機 直升快 好了 歡樂的時間 說得特別快 今集的獵品局 介紹下集 又到這裡為止 希望你們喜歡我的視頻 記得訂閱 分享給你的朋友 點個讚 彈幕走一波 好 那我們下一集再見 就這樣 拜拜